哈囉~~你好 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是一部合作影片 受到邀請試玩滾石城這款遊戲 先前在第一次影片釋出的時候 我就對這一款我蠻高的期待 主打的是以眾多老牌好萊塢明星演出 在一個架空幻想美國城鎮達魂闖蕩的遊戲 裡面有非常多耳熟能詳的電影明星 呵呵 老人家耳熟能詳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記得麥克魯克 他在《星際異攻隊》裡面飾演 《永渡》很有特色的一個角色 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可能就只有他會比較面熟 畢竟他演的電影比較新、比較熱門一點 用吹口哨來控制武器戰鬥的 這應該是唯一一個 那這次做影片一查才發現 原來他第一部作品在1986年 也真的是80、90年代的老牌演員 今年都快70了 而其實有吸引到我眼球的 反倒是丹尼吹橋 小時候最有印象是空中監獄吧 他的戲路稍微比較限縮一點 可能因為之前有入獄服刑經驗的關係 一開始有不少跟監獄有關的電影 都會找他演 一點看起來都有點壞壞的漏模款 總是演一些配角型的反派 而且有時候都是死很快的那一種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丹尼吹橋有個要求 如果他要演那些反派 他只接受這個反派結局 要是死亡或是入獄 因為曾經入獄過他 就覺得要能夠提供正確的價值觀 不過這些演員都在其次 今天我來到滾石城這個地方 就是想要讓這些已經過期的老演員們 知道誰才是真正的老大 滾石城這個地方 本來就有四大首領群雄歌劇 那雖然說是四大首領 但是有五個主要目標這個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那老大我也不是第一次當了 流程我都熟真的 地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 有地盤就有錢 你想想看 你要在街頭上賣一些那種 會嗨的零嘴 想要讓你手上這些美落天仙的女子 可以上班 是不是就需要地盤 地盤就等於店面 沒有店面怎麼做生意 那既然這些地盤都是錢 打打殺殺什麼的一定都特別激烈 特別激烈的事情 我們就請阿滴亞去處理就好了 有事就要火拼 沒事就要死人了 老大親自上陣 沒有兩下 就要去別的平行宇宙旅行了 那初期我們要佔人家的地盤 原則很簡單 就是從有人要救的地方 先去打就對了 那雖然組裡面 給我的資料上面是寫士兵 但是你們也知道 我這個外人 就是要來收回滾石城的管理權 如果這些阿滴亞在別人的手下 就是死路一條 所以把人給帶到我的麾下 邏輯上就是等同救人 因為每次要去出征 佔人家地盤 最少要有10個士兵 所以一開始能夠擴大自己的人數上限 壯大軍隊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這邊我可以隨機 用意念控制一個小柔柔 讓他衝鋒陷陣 在我們的軍隊 等級只有1的時候 你就當自己是個元氏 害你這種刺客角 手上拿的就是小手槍 小刀 球棒啊 衝鋒槍 不要瞧不起近戰武器呢 沒有你連蟑螂都不敢打 打蟑螂一下一隻 打人類2到1個 也是很猛的 第二天就會有一個幫派升級事件 我們會有一個機會 可以提升我們的柔柔品質 血量變多 傷害變高 職業從元氏變成士兵76 雖然元氏過往多讓 但是拿衝鋒槍步槍 打小刀還是有優勢的 那3級就真的猛 你從士兵76變成壁壘機兵 手上拿的 把把都是重武器 高傷害 高準度 低損失 那雖然說我們心靈控制 死了就換一個 阿爹死不了 但是身為老大 怎麽可以 不管小弟的安危 怎麽可以 生命成可貴 這個道理大家都懂 生命價值多少 你們知道嗎 幾六千耶 叫小爹死去王家 是那六千的 安家費要給的 招募小弟平常月薪要不要 三節旅金要不要 年終要不要 年終那也不用啦 道上混了沒有人在拿年終 活不了那麽久 我最近準度 還真的是滾石成煉的 你打得越準 敵人死得越快 我們的人死得越少 公司就越省錢 人家來打我們的時候 兵就可以少帶一點了 觸地哥有多強 你們不是不知道 每一次升級 我們都可以從隨機幾個人身上 取得強化 順便跟你們簡單介紹一下好了 老大巴克 會提供的是巴克的裝備 傷害、血量那些 奈薩拉是我們的軍師 提供的都是地盤戰的士兵能力 例如說他們初始的數量 你初始幹部和士兵的傷害 格洛夫是白手套警探 提供老大的升級速度 降低警探調查的速度 還可以增加任務完成之後的獎金 那有問題也是 我玩到將近50級 從來 從來沒有跳過他的升級出來 可能有什麼其他的額外條件 那凱西都是跟錢有關 我們家的財務鼓掌 開場會有比較多的錢 買資產有折扣 攻防地盤的費用也會變得比較便宜 那初地哥就是我們的防禦幹部 最後防禦的時候才會出現 當他警衛鼓掌啦 那升級他的話 可以提高初地哥的生命、傷害、復活次數和武器 那每一次平行、時空交替 雖然都要重新佔領一次 但是先前那些升級的項目都會保存 所以我們初地哥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手上一挺200發子彈的重型機關箱 輕鬆拿、輕鬆打 守據點的時候就算是人數遠低於人家 但是火力買食送一、一個抵十一個 就算派5個小弟和一個初地哥 打人家15到20個人差不多 那別看我們好像都地痞流氓 混幫派還黑道的 我們滾石城在打幫派戰的時候 大家都特別規矩 你說多少人就是多少人 雖然實際上戰場的人數 一定比他們升爆的還要多 但是只要你打倒的人數 有到人家升爆的人數 最後一槍開下去 人數扣光 大家會瞬間知道自己輸了 乖乖撤退 你們要知道 我也是玩過7彈打過生存的 比他們還規矩啊 從不耍賴 輸了就是乖乖跑乖撤退 發生什麼事情都不還手 總之幫派戰的重點就是 別讓小弟死 真的是沒有當過老大不知道 一當老大受不了 原來老大沒有過的特別好 老大就是要搞錢的 看到人家說那邊珠寶行好強 帶幾個人模人樣的幹部去幫忙 我們有SOP了 Standar Appletion Procedure 標準作業程序聽過沒 進去先有禮貌 請大家先趴下來 然後雙手反綁 繫上束帶 完成珠寶店曲劍的第一道攻法 接著就很簡單 把珠寶店這些 BlingBling的小玩具 塞到袋子裡面 放到運貨車裡面帶回家 其實就是另外一種什麼 LALA MOVE 差別是這個指定曲劍 是送貨方指定 送達地點也是送貨方操心 送貨方付款 送貨方收貨 我們講是講黑道 其實我們就是收送貨合一 店家完全不用擔心其他雜事 你們負責出貨就可以了 這是SOP有執行完畢的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那麼順利 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還是喜歡熱鬧一點 把取貨工作弄得跟媽做出損一樣 熱熱鬧鬧的 去銀行領錢 也是我們每天例行工作 就跟刷牙一樣 同一間銀行 同一個SOP 先去辦公室透密碼 看看他們今天的銀行保險櫃 職日生是誰啊 拿到那個BB卡有沒有 去金庫大門BB才能開 相當嚴格的設計 錢跟有價值的財寶 都放在桌上 你們自己收就可以了 你的隊友積極程度 大概就跟你大學畢業製作的同組一樣 薛丁格的努力有聽過嗎 你沒有在觀測的時候 他有努力 沒努力 不知道 跌加泰 你一定要觀測他 才能夠確認他是有努力 還是沒有努力 沒關係 你收了之後 可以把背包丟給他 新幹部不知道怎麼當搶匪 至少當了駝兽是沒有問題的 畢竟老大經過一連串的升級 血量多 傷害高 武器強 連肌肉線條都比別人好 這些幹部也不見得是真的很好用啊 有的真的是不知道要來幹嘛的 連把武器都不帶 就帶了一個子虎跟球棒 我猜應該是哪個朋友的子子 想討分工作就帶他來了 前老闆搬 槍老闆開 小弟搶銀行 一個比一個優哉 有看過UberE的取餐沒了 概念差不多 就把錢通通從銀行搬到得利卡 走人就可以了 如果不順利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媽祖出孫 廟會活動就從珠寶行來到了銀行 一般我就當作是 直把單位在那邊小打小鬧 如果事情真的大條了也沒有關係 我撕個把時間回溯 如果重新進入這個世界 可以把時間推回搶劫剛開始的時候 可惜沒有辦法回更早一點 你要出多少人 拿什麼武器裝備 都是已經決定好了 不能夠更改 你們我了解啦 用Froggy這段密碼 注意一下 這不是在工商的時候工商 不要誤會 這是老大們在分享戰略情資 你們想要來滾石承當老大 情資拿一下 沒有給人偷拍啦 我在進行時空跳躍的時候 不小心拍到 就跟你們分享一下而已 想要當我們幫派幹部很簡單 我個人喜歡三種人 要嘛免費的 要嘛有能力的 不然就是那種什麼 代資進主的 尤其如果你手上人 要把消音武器 請人送槍我最愛 就像是招募剪輯師嘛 人家自帶MAK M2加Adobe那種最省 消音武器真的是很方便 要做什麼偷偷摸摸的事情 消音武器可以遠距離 把麻煩給處理掉 有時候要處理一些老闆交代下來的暗殺 只要有消音武器 就算是沒路由 小幹部也可以順利執行 唉唷 我最喜歡這種穿著比基尼 雙手又要 SORRY NEVER M1 認到人了 抱歉 阿免錢的那些幹部 就真的就很讚 角色又強又有槍 像是這個朱莉亞 就是我最愛用的同事 喔等等等等 不是你們想像的那種用啦 我們平常背兩大包包 最多就只能背兩包 而且背了兩包 就只能夠拿小槍 大槍是拿不動的 但是朱莉亞她有在練 乳清當水喝一次可以拿三包 身為貨運公司的頂級幹部 愛用她是理所當然 可惜的 就是這些免費進出的 都特別唷叨 每次她們要進來之前 一定要先聽她們講故事 講就算了 還要生力其盡 切切實實的感受當下的過程 不聽就不來 聽了就不能跳過 聽一次兩次也還好 但是我是時空穿梭者 有什麼東西你看了兩次三次 還覺得很好看的 齁啊知道啦 另外一說合作影片 不要一直開黃槍啦 我知道你們的故事很精彩 也沒說不准你們講 但第一次聽的時候 覺得實在是太有創意了 角色變得很立體 第二次聽的時候 覺得這麼精彩的故事 多聽一次也沒有關係 但是當我發現 見你一次 聽一次 一次還三四段 這真的是很煩 當然也不計壓工 去珠寶行 銀行領貨 送貨那麼簡單 這些都是小案子 賺賺零用錢 賺一些基本開銷 當黑道老大 想要控制一個犯罪之城 總是要有點手段的 我們常常會接獲一些 有價值的情報 只要你願意花錢 人家就願意把一些賺錢的事情要跟你說 接著你就聽人家的指示 就周轉一下現金給人家 要搶錢那會要幹單 可能你還要花個十幾萬 要裝個勾索 再花個十幾萬 埋通一些情報人員 啊不是不是 你們聽我說 這不是詐騙 我知道什麼都還沒有之前呢 一直要拿錢出來很亞敗 啊這種有過程 有計畫的大案子 一定是要分工合作嘛 啊既然要分工 人家想要先分錢 也合行合理啊 這都是一口氣 幾十萬 幾來百萬那種工作呢 做一個案子你就怎麼辦 財富自由啊 就可以買一些辦公室的百事來玩玩 這種古董名牌 跑車套房的就是 身分地位的象徵 你買的越多 頭目的等級就越高 幫派的能力就越強 而且這些能力 還可以延續到下一個時間輪迴 啊覺得自己要滅了 或是自己要全破了 就可以趕快把錢花一花 當然啦 搶劫這種事情 不會永遠順利的 你可能會碰到那種假情報 這種最可怕 就跟平常一樣 開門上班準備搬貨 沒想到問一下打開 給你一個surprise 抽出一張SSR 一挺機槍沒在跟你客氣的 就站在那邊跟你對尻 想要逃走沒辦法 連你的汽車都被放了 90年代最流行的什麼 汽車炸彈 但是最糟糕的是 搶劫計畫不如預期 我的街頭人跟我說 我這台車性能就好 不僅僅是最基本防彈功能 想要上天下海都可以 可是不知道怎麼走 可能是沒收工就罵髒話 我的小貨卡超能力就沒有啊 沒辦法從牆中開出來 這種事情偶爾也是會發生啊 就是不知道 到底一開始那個車子 是怎麼樣開進去就是了啦 啊說出來不怕你們笑 我第一次真的統治了滾石城當老大 也不過就是花了25個小時而已啊 畢竟我走跳江湖啊 來是一匹狼走勢一片雲 單槍匹馬真的就是特別難 雖然警方和特工 都是不停來送頭的蠢貨 但是你的幹部們 也是常常拿錢不做事的米蟲啊 身為老闆要親力親為 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認真說 遊戲是有些BUG 但是其實都還行啦 還好 比較短板的地方 是目前搶劫的花樣和地圖有點少 實在是沒有道理整個滾石城 各個區域 珠寶行和銀行長都幾乎一模一樣 同一個建商是不是 單人玩的話其實他算是ROGELITE的遊戲 每次失敗 你之前的等級都會留下來 技能也會跟著強化 你的士兵傷害跟血量會越來越高 數量也會變多 開場的地盤會變多 攻防地盤的費用也會逐漸降低 8個手上的武器會越來越好等等 所以儘管是開同一間銀行 地圖配置多少也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那個不同的改變啊 有點幾乎微乎其微 所以一開始玩的時候 遊戲的新鮮感很夠 玩法很特別 但是到了中後期 會比較容易玩到重複的東西 如果在未來更新的時候 可以多加一些特殊事件啊 然後一些平常賺錢搶銀行 銀樓的地圖 多設計機關 最重要的是 特殊幹部的演出啊 雖然是有必要 但是如果看過了 會希望演出可以skip掉 雖然說如果幹部事件打輸 幹部會直接死掉、消失 那我覺得可以改成 已經有打通過的話 你可以選擇跳過這個任務 直接拿到特殊角色 那不跳過的話 可以給一些獎賞 鼓勵玩家去玩這些任務 滾石城這一款 感覺對瞄準的要求 不算到太高 敵人也不太會閃 練搶劫、練練槍也是挺不錯的 配合著Rogalite的玩法 有策略面、有經營面 痛到要搶劫銀行啊 需要人進去動動手腳 可以選帶有鬼祟行動的幹部進去 他們比較不容易被偵測 那進去就準備好要大幹一架的 就可以帶幾個 手穩、槍不抖的小夥子 想要進攻要先打哪幾塊地 花多少兵搶地 想拚快多少還是有講究的 不然就是多升幾集再破 整體的機制還是挺不錯的 只可惜目前的賺錢手段少了點 如果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 目前PC的話在Epic 主機端的話 XBOX跟PS5上面都可以玩得到 可以參考一下資訊欄的連結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都看完了 可以 有幫我按個讚嗎? 我是萊斯 謝謝你的讚 也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